这是Vivo刚刚发布的爱库Nio 5S 在它的主板上搭载着高通的旗舰处理器 小龙888 不过根据很多媒体们的测试 小龙888在功耗表现上似乎有些翻车 它也是继小龙810后第二颗拿到大火炉头衔的小龙处理器 为了能控制住它的温度 保证手机的性能释放 厂家们都当起了迅龙高手 石墨导热贴 VC军热板 用各种方法解决这颗真发烧级芯片的热量 刚刚发布的Nio 5S 也是首次在手机的生产材料中 使用了稀土元素蓝和氏 以提高手机整体的散热表现 不过和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 蓝和氏并非直接充当导热材料 而是作为类似催化剂的成分 在手机煮上支架加工的过程中 保证材料的力学性能的前提下 改善材料的导热性能 这期节目我们就带你详细的了解一下 这个稀土导热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既然要讲热量的传递 那我们首先得弄清楚温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以非常常见的物质水来举例 如果你对这杯水进行无数倍的放大 就可以看到构成水的最基本威力 水分子 分子下面还有更小的威力叫原子 水分子就是由一个氧原子 加两个氢原子构成的 那原子下面还有更小的威力 质子 中子和电子 质子和中子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原子核 而电子则围绕着原子核 做无规则运动 说回到分子层面 这些水分子并不是静止不动的 实际上它们一直在做无规则的振动 如果这杯水是一杯热水 那这些水分子的振动就会很快 而如果这是一杯冷水 那这些水分子的振动速度就会变慢 而如果一个物质的分子完全停止了运动 那它就是绝对零度 换而言之 温度其实就是描述构成某个物体的分子 它们的振动激烈的程度 当我们理清楚温度的本质以后 还需要了解一下热量传递的三种方式 热辐射 热传导和热对流 那为了方便理解这三个概念 我们先在这生一堆火 当你坐在火堆旁边时 虽然你和火堆并没有直接的接触 但你依旧会感受到火堆向你发散来源源不断的热量 这是因为烧红的木炭内部的原子运动特别激烈 这些激烈运动的原子会对外辐射电磁波 这些电磁波打到你身上 将能量传递给构成你身体结构的原子 你就感觉到了温度 那这种热量的传递方式便是热辐射 生活中最常见的热辐射便是太阳的照射 如果这时候你拿一根铁棒将一头放在火堆上方 你会非常快速的感觉到手握部分的铁棒变烫了 这是因为火堆加热了铁棒以后 让靠近火堆这一侧的铁棒原子震动加快了 这些原子会相互碰撞 逐步将震动传递到铁棒的另一侧 那宏观上看温度就是上升的了 除了原子之外 温度也会影响电子运动 当温度升高以后 电子的运动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高温区域的自由电子浓度高 大量的自由电子也会通过碰撞将能量传递给另一侧 那像这种通过原子震动和电子碰撞实现的热量传递 就是热传导 而当你把手放在火堆上方时 你除了能感觉到热辐射传递给你的热量 你还能感受到有热空气在向你的手部袭来 这其实是火堆先把空气加热 热空气自然上升以后接触到你的手部 将热量通过热传导与热辐射的方式传递给你 那这种通过流动介质热量的传递就是热对流 那讲了这么多似乎有些跑题 这和手机散热有什么关系呢 诶别着急 接下来就要进入节目的主题了 和笔记本这种使用风扇来进行散热的电子设备不同 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是和这台Neo 5s一样 内部是没有风扇的 只能靠机身表面向空气被动的散热 那大多数的热量都需要从屏幕和后盖散发出去 这一环节依靠的主要是热对流和热辐射 而在手机内部热量的传递则大多数通过热传导来完成 由于机身表面积和屏幕尺寸挂钩 在设计之初就被定死了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增加表面积来提高散热效果了 此时还要想提高散热能力 最佳的方法自然是提高手机内部的热传导效率 充分的将SOC的热量均探到整个屏幕和后盖 那一个理想的完美散热模型 应该是整机的表面温度几乎完全一样 在芯片发热时 屏幕和后盖所有区域同步升温 当然这很难 石墨贴和VC均热板的作用 就是为了将热量更快速的均探到整个机身 但是除了这两个东西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在热传递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部件 那就是手机主上支架 手机主上支架是位于屏幕和后盖之间 被边框包裹着的一块金属板 它为手机提供了最直接的刚性支撑 屏幕主板和电池就贴合在主上支架上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主上支架是一个非常好的热传导介质 因为SOC是直接和主上支架挨着的 同时它几乎覆盖了整个手机的绝大部分面积 那根据微博工程师的介绍 大约有60%的热量会经过主上支架 往手机的四个角进行扩散 现代手机主上支架的材料一般是铝合金和铁合金 铝合金导热系数高 但是偏重 体积也偏大 成本也更高 而部分机型为了追求机身的轻量化 更多使用的是铁合金作为材料 铁虽然导热系数不如铝合金 但是是最为轻的结构金属材料之一 具有比强度和比钢度高 轻量化 一加工等特点 不过铁原子之间的金属键较弱 原子间结合力小 只要施加的外力稍大 其原子间的联系就会断裂 所以铁直接拿来做主上支架强度不太够 为了提高铁的强度 我们可以往铁中添加铝元素 打造出铁合金 铁合金的强度就要比纯铁高了 也可以满足主上支架的强度要求 那为什么合金会比纯金属强度高呢 这里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了 金隔缺陷 这是一根铁棒 虽然看上去是完整的 但是其实在微观角度上看 它是由无数的颗粒构成的 那这些颗粒就是金粒 金粒和金粒之间的间隙叫金界 如果你再对金粒进行放大 你就能看到构成金属的原子了 理想状态下 纯金属金体的金粒 在微观层面上 所有的原子应该是排列整齐的 但是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 往往很难做到这么完美 有时候可能会在某个地方缺一个原子 这个就是空位缺陷 有时候可能某个地方 硬生生的挤进去一个原子 这个就是自间隙原子缺陷 而如果某个地方挤进去一个 其他元素的原子 那这个就是融质或杂质间隙原子缺陷 而如果外来的元素替换掉了某个原子 这个就是置换原子缺陷 上述所讲都是金属中的点缺陷 点缺陷的影响范围较小 而除了点缺陷之外 金属内部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线缺陷 假如某一排或者某一列原子 和其他的原子发生了错位现象 那这个缺陷就叫位错 因为这一列原子像刀一样的 插入了原子排列之间 所以这种位错也叫任位错 而如果在垂直方向上 出现了楼梯一样的位错 那这个就是螺位错 由于原子一直是在震动的 在力的作用下 位错也会发生移动 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 给金属施加一个力 任位错就会沿着华一面向右移动 宏观上就是金属发生了塑性形变 点缺陷和位错都属于金格缺陷 少量的金格缺陷 会导致金属强度的下降 但是一旦过了某个临界值 金格缺陷的增多 反而会提高材料的强度 这个曲线看上去似乎有些反直觉 怎么缺陷越多材料强度还会上升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很好理解 假如位错只有一个 那施加外地时 位错就会沿着华一面移动 但是如果华一面上有点缺陷 华一面就相当于凹凸不平了 那此时位错所需的力量就会增强 材料的强度就会上升 那假如同时存在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朝向不同 方向不同的位错 那它们之间会形成 类似台阶一样的锯齿 这些锯齿就和扎钉一样 反而会阻止位错运动继续发生 这时候材料的强度也会上升 所以我们得到的曲线 就是这样的了 合金之所以比纯金属强度高 原因就在这里 通过往纯美中增加铝元素 就相当于人微的制造金格缺陷 阻止位错运动的发生 提高材料的强度 但是这么做会导致电子的移动受阻 这又好比原本平坦的大马路上 出现了很多的坑坑洼洼 电子的行动受阻 那进而导致通过电子碰撞传热的效率变低 导致材料的导热率变低 那稀土元素有什么用呢 如果不加稀土 铝就会部分固容到铭当中去 引起铭的金格发生积变 金格积变变多了 材料的强度就上涨了 但是金格积变的增多 会让电子的运动受阻 降低材料的导热率 而如果在生产的过程中 我们加入了稀土 稀土元素会先和铝结合生成第二项 形成铝稀土金属间化合物 铝生成了别的产物 这样就可以让本来要进入到 铝当中去的铝减少 减少铭的金格缺陷 从而提高材料的导热性能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铭的金格缺陷减少了 是不是意味着材料强度的降低呢 哎不要急 稀土元素和铝结合后产生的第二项 可以在铭合金材料 从融融钛结晶凝固成固态的过程中 充当形合剂 也就是一个支点的作用 可以在它上面长出新的金粒 金粒的数量就会变多 那学名叫金粒细化 金粒细化以后 金界的间隙变小了 材料的强度就会重新上升 那同时第二项本身存在于金粒中 也可以阻止胃缩运动的发生 进而强化材料强度 因此稀土元素的加入 既可以强化散热能力 同时还能保证一定的强度 根据Vivo材料部门实验室的测试 在添加了稀土后 铭合金的导热率提高了102% 也就是翻倍了 那既然稀土元素 在手机主上支架生产过程中的引入 可以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提高导热率 那反过来想 在保证一定导热率的同时 是不是可以削减主上支架的厚度 让手机变得更薄的同时 还能更轻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的NIO5S的SoC 从NIO5的小龙870 升到小龙888以后 手机的厚度还减薄了的原因了 不过需要注意一点 虽然铭在加工过程中 掺入了稀土元素 提高了铭合金的导热系数 但是由于本身材料的性质 导热系数还未能完全超越铝合金 与铝合金相比 铭合金的优势更多的在于轻量化 对于手机减重 提升握持感来说 是不错的方向 吹了这么久 稀土的好 是骡子是码 还是要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室温25度 关闭帧率优先 手机的性能设为均衡模式 网址荣耀高清画质 120帧 30分钟测试 前5分钟 手机可以维持在120帧 后续会锁在90帧 平均90.5帧 正面最高35.5度 背面最高35.7度 最高画质原神 60帧 30分钟测试 手机也是因为压力过高 触发了锁针 帧率全程维持在40附近 平均功耗5.74瓦 正面最高41.3度 背面最高40.9度 帧率不算高 但是非常稳定 配合手机自己的插针芯片 插针到90 就可以做到非常流畅的运行了 当我们把手机切换到 Most模式以后 网址荣耀不锁针了 帧率来到了117.2 功耗也上涨到了4.82瓦 正面最高38度 背面最高37.8度 原神的帧率则是提高了5帧 功耗也上涨到了6.82瓦 正面的温度小涨一度 背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难看出 Nio 5s 在针对小龙八八的散热方面 确实是还不错 比起Nio 5来讲 是有所提升的 镁合金配合稀土 也确实是有效果 在结合上 爱库对888的独家调教 以及插针芯片的加入 在游戏体验方面 可以说 Nio 5s是做到了 中端机的上游水平了 近些年来 美合金作为结构材料 在各行各业都发挥出了 显著的优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其实是世界上 美资源储备最为丰富的国家 拥有种类非常齐全的美矿石 约占全世界美资源储量的50%以上 我国还是美合金生产大国 每年有大量的美合金出口国际市场 这一次爱库团队借助Nio 5s 首次在手机的主上支架的美合金中 引入稀土这一元素 来提高材料的导热能力 也是手机行业的先例了 那希望后续也能看到 其他的手机厂商跟进这一项技术 充分的发挥美合金这一材料的优势 好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与支持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并素质三连 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是件检查谈 我是辅良麦查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